接着我们再来关心一条自行车方面的消息 由于近期其自行车者的伤亡事故不断 就有相关的组织提出自行车应该像汽车一样注册 一个公共汽车工会领袖提出 要求自行车拥有者进行注册的计划 以便阻止汽车人闯红灯所造成的事故 但这项计划未能得到汽车协会和政府的支持 奥克兰油轨电车协会的主席Garry Fogart说 自行车主的身份应当是可以识别的 他的工会支持一个由国家道路安全基金会 和奥克兰最大的巴士公司Cycle Action Auckland赞助的教育项目 旨在提供专业的司机和骑车人道路了解方面的教育 自行车不被要求上牌照是一种奇怪的现象 A的发言人Dalen Thompson表示 这个组织可以理解Fogart先生的想法 但不相信他的想法是可行的 骑车人也不应该被要求在上路之前进行考试 外交部的发言人也指出 政府支持了一个自行车教育的项目 运输机构也将在下个月成立一个专家小组 来探讨让骑车人更加安全的规则的改变 自行车促进协会的发言人Patrick Morgan说 他的组织将反对任何阻止更多人使用自行车的计划 这个组织已经充分参与了自行车课程的授课 相信很多骑车者将会从中受益